ABS的全面是防鎖屎煞車系統 對啊 但我不知道有這麼多耶 不知道耶 沒想熬摩過 ABS的全面是防鎖屎煞車系統 過去都是在汽車上面使用 在國內導入到汽車上面來使用 其實對安全性幫助非常大 把這樣的ABS的技術移轉給國內的廠商 譬如說6的機械 義碼科技 讓他們在國內可以量產 這樣可以有效的推動國產化的普及 現在投入科專計畫的ABS開發 我們開發出ABS的ECU跟演算法 那這些技術我們也佈局了 美中台專利總共有12件 在調校效率上我們也提升 大概有30%到40%以上 在性能上我們也已經可以媲美國際大廠 第一個就是車速鋪車的步伐 當我們在四滑路面 比方說一般的磁磚路面做煞車的時候 因為傳動系統的轉動光量太大 那以至於我的輪胎沒有辦法轉起來 所以我變成沒有煞車力 那這時候ABS就失效了 在行駛的過程中 若發生車輪鎖死的現象 一直持續地去重複試驗 基建就發炎了 然後還玩隧道的問題 ABS掌握在國際知名大廠 那如果要經由採購他們的系統 那需要做調教發展的工作 那這個時候調教費用很高 並且零件購置成本很高 ABS需要國產化成本可以降低 第二個調教技術的費用跟時間也可以縮短 我很高興 ABS能夠導入國產化的系統 那這樣對於國內產業 機車產業的發展有重大的幫助 在這裡我要首先感謝 經濟部技術處科專計畫的支持 也感謝車輛中心 在這項科專計畫的指引當中 所給予的技術的發展的協助 展望未來 希望在車輛動態系統方面 能夠更精進更多的發展 謝謝